哈喽 弟兄姊妹 那在这第二支视频里面呢 我们会聊一聊 声匠记号 以及一些音符该弹几拍 那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情见 这边是左边 这边是右边 那这边是低音 这边的音比较低一点 那右边的音比较高一点 好 最近有没有翻翻诗歌本 然后发现这两个记号呢 那这一个长得像锦号件的呢 我们叫它声号 那长得像字母小臂的呢 我们叫它降号 好 那声呢 那就是身高 降就是降低 OK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两个记号呢 它们分别要满足两个要求 那声号的话 就是向右 并且是最近 我们等会可以聊一聊 这两个要求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降号呢 就是向左 然后呢 也是嘴紧 好的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首先呢 我画了一个发 并且在它旁边加了一个声号件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整体 变成了声发 那声发在哪里呢 我们先把中央都给找到 OK 那发就在这里 那声发呢 声发记住啊 是往我们的右边走 找一个离它最近的情节 那是不是就是这一个黑件了 是的 如果我们现在在看到声发呢 我们要谈的 就是我现在在图的 这一个黑件 好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我画一个C 并且也给它一个声号 这里看仔细啊 像第一个声发的声号 它的中心在这个空间里 就在这个属于发的空间里 那这一个声号 声C的声号的中心 在这一个第三线上 所以它属于C OK 好 那一样 我们先找到C在这里 那声C呢 就是朝右边 找一个最近的情节 那大家千万不要找到 这一个黑件上去了 因为离它最近的情节呢 其实是这一个白件 对的 你可能要问 这不就是都吗 是的 都就等于声C 那在阅理上呢 有一个等音的概念 我们提一下就好 它们是相等的音 或者说它们是相同的音 好 如果你现在理解了声号呢 我想降号对你来说 一定不会太困难 那我们同样也举两个例子 还是以C为例 并且是降C 那就容易多了 C在这儿 C在这儿 往左找离它最近的情节 那就是这一个黑件 所以下次再谈降C的时候 就要谈这一个黑件 那一样 我画一个发 并且画一个降号 这里我们也来仔细观察一下 降C的降号呢 虽然它的杆子经过了这个空间 但它这个弧度的最中心啊 还是在线上 那这个降发的降号呢 也一样 它弧度的最中心是在这个空间里 所以它属于发 而并不属于缩 好 那一样我们把发找到 然后向左找一个最近的情节 那如果你刚才有理解声号 声C的话 你就不会找到这一个情节上面去 那就是这一个白件 对的 这里是咪 它就等于声发 就跟我们刚才等音的概念 是吻合的 好 现在呢 我们拿几首曲子来进行一下 实战演练 第一首是生命诗歌大陆版137首 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这首诗歌啊 好像我们在曲子当中 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声号 不像写在它的边上啊 声号没有跟着那一个音符 而是在最前面我们发现了一个声号 那请你记住啊 当我们发现声号跟在 紧跟着高音符号 或者在最前面的时候 它是有特殊含义的 我们先来找到这一个声号的位置 它穿过最高的一条线 第五条线 也就是说这一条线这个音 我们唱发 请记住 如果是这种情况 它把声号写在了最前面 那么在乐曲中 你碰到的任何一个发 它都要变成声发 不管它是高音中音还是低音 它都要变成声发 除非那个发的周围 有一些特殊的记号 OK 不然的话任何一个发都要变成声发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C C C La C Do Fa So OK 这里有一个发 虽然这个发没有在高音上面 可是它唱发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谈声发 那原来应该是这一个白键 现在呢 我们要谈它旁边右边的这一个黑键 可以理解了吗 那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在谱子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发呢 那一样 它本来是在这里 情建的这里 那现在我们也要谈声发 好 那我们声号理解了呢 一样 我们再来拿降号举个例子 神秘师哥大卢版233首 你看这里啊 也是一样 全曲当中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降号 跟在旁边的 而是在最开头看到了一个降号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降号是哪个音啊 它在第三条线上 所以是降C 那一样 在过程中 你看到的任何一个C 无论是高音中音还是低音 我们都要谈降C 除非那一个音符旁边有一些特殊的符号 那我们会以后有一些简单的讨论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第二行里面 你看这里有一个C 那原本呢 我们是应该谈这一个白键的 可是因为在最前面有一个降号 所以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它最左边的 呃 左边最靠近它的这一个黑键 可以理解吗 无论它是中音高音还是低音 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音符啊 那这个是都 所以这一个是C 我们一样 这个C呢 原本是在这里 好 所以现在因为它有一个降C的符号 写在最最前面 所以若是碰到这样的音符 我们就要谈这一个黑键 理解了吗 只要是C 无论它是高音低音中音 我们都要谈它在琴键上相应的 离它最近的左边的那个琴键 降C OK 好 那升降号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还原记号啊 重申记号啊 我们今天不做讨论 可是我们在以后会有一些讨论 那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些诗歌 是大家可以练习的 如果你是完全初学者啊 从零开始跟着我的呢 你就跟着我推荐给你的曲子做练习 嗯 你根据我的曲子来练习呢 你会发现你所学的完全能够胜任的一些曲子 那有一些特殊情况呢 我们会以后再慢慢讨论 不用太着急 那我的第二点呢 就是要讲一讲 有些音符我们应该弹几拍或者唱几拍啊 我先来画几个音符吧 第一个音符是一个黑黑的脑袋 然后加一根杆子 第二个音符是一个空心的脑袋 加一根杆子 第三个音符是一个空心的脑袋 加一根杆子再加一个点 第四个音符就是一个空心的脑袋 它没有任何的杆子也没有任何的点 好 那这些音符分别弹几拍或者分别唱几拍呢 记住了啊 我要写几个非常大的字 叫通常情况下 通常情况下 他们唱几拍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条件改变了的话 那他们也要改变了啊 好 我们先来拿一首诗歌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分数 那同样我们换一首诗歌啊 在这里 你看这里也有一个分数 是不是 好 记住啊 我所谓的通常情况呢 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了那个分数 它的分是4的时候 这就是我今天说的通常情况下 我今天所说的条件 适用于在分母是4的时候 那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课程 有一些具体的讨论 所以这一个黑黑脑袋 加一根杆子呢 我们唱一拍 第二个唱两拍 这一个空心脑袋 加根杆子 再加个点 唱三拍 然后只有这一个音符 孤零零的一个圆圈呢 我们唱四拍 那唱的过程中 我们要记得挡拍子 怎么挡拍子呢 我们来画一个完全对称的钩 来表示一个完整的一拍 那两拍呢 就是两个完全对称的钩 那三拍就是三个 四拍就是一二三四 好 现在我要来做一下演练 我们以这首歌来吧 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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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拍 所以对两个钩 一拍对一个钩 那三拍就对三个钩 好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要记住 这样子 描着唱 C 对不起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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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C Do Fa So 2 3 清楚了吗 就要描着唱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四拍 这里有一个四拍 看到吗 所以四拍 就是四个 完全对称的钩 1 2 3 4 好 那我再来唱一下啊 可以理解了吗 那所以这一星期 我给大家推荐的曲子呢 都是一拍 两拍 三拍 四拍的音符 它没有半拍 甚至是四分之一拍的 一些比较难掌握的音符啊 所以你们有足够的音符 不够的东西可以练习 那我在同一篇公众号里面呢 我也会出两个示范的视频 来示范给大家说 我要怎么一边数拍子 一边弹琴 那今天关于理论这一块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哈喽弟兄姊妹们 那这是我们的第二节课 嗯 不知道你们对于第一节课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也不知道你们最近的练习如何 那记住弹钢琴没有捷径 只有一条路 就是练练练 好 那我们上一节课呢 除了理论知识以外 我们特别讲了要预备 我们的手指的指关节 那这一节课 我们会具体讲一讲手形 以及弹琴的一些要素 那记住在弹琴前呢 我们要做热身运动 那为什么要做热身运动呢 因为弹琴其实是一项 非常消耗卡路里的运动 那我们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很多关节也好 然后肩颈也好 都需要有一个保护 好 所以第一个热身运动 对于初学者来说啊 就是张开我们的双手 然后抓回来 那记住 抓回来的时候 不要钻得很紧啊 就是一个放松 它就是一个放松 然后张开 然后收回来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练习呢 是因为你看 如果我的手放在钢琴上面 那我的手其实刚好就是够到八度 从中央豆到高音的豆 就是这样的八度 比如说我现在要弹豆 然后再弹高音的re 我如果我的手不张开 do,re,moise,so 一个手指对一个琴键 我要弹豆 然后再要弹高音的re的时候呢 我的手是要移动很多距离的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 我张开我的手 其实我就只用移动一个琴键的距离就够了 对 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 当我们需要远距离的跳跃的时候 帮助我们更快的 更轻松的到达下一个琴键 好 那第二个热身运动呢 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肩颈的 你知道弹钢琴有的时候 自己都无意识的 就会慢慢慢慢 这边就会紧起来 然后会耸肩 所以这一项运动 不仅是要在弹琴前做 你弹大概弹五分钟 或者弹十分钟 我们就经常做一做来提醒自己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练习呢 姿势有一点奇怪 有一点丑啊 好 现在跟着我深呼吸 然后 把自己的肩给耸起来 然后 吐气 并且完全放松 看到吗 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肩膀 是完全自然 下垂 没有一点点额外的力 额外的那个 矜持在那里的力量的 好 我们再来一遍啊 深呼吸 然后下垂 对 OK 所以这一个呢 可以帮助我们 很好的放松我们的肩颈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好 那在我们正式弹琴前 我们要讲一讲说 我们的坐姿啊 我们跟钢琴之间的距离啊 那首先呢 我的建议是 我们的手 我们座椅的高度啊 就是我们的前臂 要跟地面保持平行 或者稍稍高一点点 OK 但是不要坐这样太高 当然我非常不建议 坐得太低 这样对于我们的手腕 都是一个阻碍 所以平行 或者稍稍高一点点 那我们跟钢琴之间的距离呢 就是我们的膝盖 可能刚好对 对齐这个钢琴的边 甚至稍微往里一点点啊 那我是平时 我觉得这个会让我觉得很舒服 这个距离 所以呢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现在呢 就是手型的问题了 我相信你们有很多人一定听过 比如说 里面要握一个鸡蛋啊 或者握一个苹果啊 可是鸡蛋跟苹果大小差很多 苹果跟苹果之间大小也差很多 那我们怎么来平衡这个问题呢 现在伸出你的左手 握成一个拳头 然后张开你的右手 轻轻的 自然的扣在你的左手上面 就完全自然的扣在你的左手上面 这个时候我们的手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弧度 OK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左手撤掉 右手始终保持那个弧度 然后不变 我们把它移到琴键上面 对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手型 而且这一个手型一定是非常适用于自己的 因为我们的左手和右手是相对比较大小比较匹配的 你不能拿别人的拳头来做这件事情 你是能拿自己的拳头来做这件事情 那整个弧度啊都会比较的好一点 那当然千万要记住 我们是用指尖弹琴 对了 有一点非常重要 是我上几课忘记讲的 就是我们弹钢琴的丁子妹们不能留指甲 特别是小指 我知道有些人会会留指甲 我们一定要剪得干干净净 好吗 好 那手型讲完了啊 无论左手和右手 那如果你要弹左手的话 就是右手握成一个拳头 然后移过来 就是这样子 就可以来检验自己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手型 手型讲完了以后呢 就是指法 我们要给自己的手指各有一个名字啊 我们的大拇指呢 就是一指 数字一 然后二指 三指 四指 五指 所以他们是一 二 三 四 五 OK 所以我们在弹琴的时候呢 要避免两种指法 我以诗歌32首 大陆版32首为例子啊 第一种指法就是 我们不要跳指 那什么是跳指呢 比如说我现在把手指放在这里 我一个一个是排好的啊 那第一句话我简单来弹一下 我相信你们都有练习过这首诗歌 你看到吗 我一个手指一个手指都是对好的 你们等会应该在屏幕的另一半会看到 更清楚的看到我的手 好 不要出现跳指的意思是 比如说 我这个拉明明就是应该用四指弹的 因为刚好排上来是四指 可是这个时候呢 我却用五指弹 我就直接跳过了四指 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我们尽量是按着手指的顺序弹琴 OK 好 第二点是 不要用同一个手指连续弹两个不同的音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来以这首诗歌举例子啊 这里都非常好 都是顺着的 接下来下一个音 我与 我们与他的我是高音的咪 就在red旁边 那很多姊妹会这样弹 接着紧接着用小指再弹咪 这个就是 你看我们刚刚已经用小指弹了red 现在再来弹咪 就是重复用同一个手指连续弹不同的情节 这个呢 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所以我们要合理的安排我们的手指 那比如这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来移动一下手吧 或者 或者 或者我用四指弹 总之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避免用同一个手指连续弹不同的音符 那通常我们容易犯错的就是小指跟大指 那我有一个建议啊 与姊妹们在练习一首新的诗歌的时候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指法都写下来 我刚才不是教了你们吗 他们有名字 一二三四五 所以这个手指要用大拇指弹的 你就写一个一 要用第三个手指 中指弹的 我们就写一个三 要用无名指弹的 我们就写一个四 虽然说 包括我自己每次弹诗歌 同一首诗歌也不一定用相同的指法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 固定的指法习惯会有助于你们更快的 更好的练习一首相对陌生的歌 所以我非常建议你们养成这样一个良好的习惯 我呢也会写这么几首诗歌 把他的指法写好 然后呢po在那一个我们的公众号里面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先写好 然后呢再来对应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们也可以私信 我很愿意帮你们改一改你们的指法 以及我自己的 我可以告诉你们和你们沟通我自己的想法 好那弟兄姊妹们呢 不用太着急 说每节课只学一点啊 因为我实在是要顾到说 最最基础的一些内容 我要顾到完全不懂钢琴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呢相信我 我一定会慢慢慢慢的 把所有的知识都交给大家 好啦那千万不要忘记练琴咯 OK拜拜 谢谢大家